这几年彩绘春相当流行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最近完成了台南将军区马沙沟彩绘第二期 29幅的3D彩绘图 再加上第一期已经有38幅3D彩绘作品 整个渔村充满了风情还有童趣 预计在下个月揭幕 在地民众希望彩绘春可以带来观光人潮 位在台南市江军区 这个原本即将没落的小渔村 叫做马沙沟社区 在今年11月份完成了第38幅3D彩绘图之后 当地的民众感觉的确多了许多观光人潮 不管是大章鱼或是乌鱼籽 这些充满象征渔村的产物全部都成为了3D彩绘图的主角 从今年7月开始透过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的补助 连同第一期的九幅作品 马沙沟社区目前总共有38幅彩绘图 从当地的信仰中心里圣工前奋布出去 处处都有惊喜 而当地的发展协会强调 未来也将会继续争取更多的3D彩绘画作进驻 要把这个没落的小村庄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文正恒台南报道